锤吊猪天 第二卷 第五十六集 开端 北风也没有想到 参无大道的时候 肉身的提升会这么的迅猛 像是天地大道 正在一点点的与身体相互融合 让北风的身体突飞猛进 这样一来 我的修行速度就更快了 北风也没有想到 居然会有这样的好处 同时脑海之中浮现出来一个念头 掌控天地大道的最高境界 就是大道融身 随意一击 便能够有大道之力 只修力之大道 北风脑海之中浮现出来这个念头 力之大道简单 但却不弱 同时也可以与其任何大道 能够相互互补 可谓是强大无比 如今的环境之下 专修力之大道 不是为最好的选择 没有其余大道之力的干涉 能够让北风参悟力之大道的速度更快 更加的纯粹 可以说 哪怕此行什么收获都没有 只要是熔炼力之大道加深 那就值了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北风每天所做的 就是不断地 在宽盆庞大的威压之下 打熬身躯 当身躯承受不住的时候 在跳进血池内 以宽盆的血液淬炼身躯 而星河帝国之中 十具天灾机甲 已经自各大贵族之中请出 天灾机甲 通体血红色 背后有着一对金属翅膀 线条流畅无比 仅仅是站在地上 周身的威压 就是凝如实质地 向着四周扩散 就像是十吨圣灵一般 散发着恐怖的气血波动 这样的天灾机甲 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驾驭的 九大贵族之所以 一直屹立不倒 除了掌控海量的资源之外 更是因为每一代中 都有精神圣者坐镇 每一位精神圣者 都是星河帝国的瑰宝 哪怕是自身身躯脆弱 可是凭借着精神圣者的境界 却是足以抹杀封地境的武者 精神力强大到极致 足以干涉现实 一击之下 方圆百万里的一切生灵 都会寂灭 被强大的精神风暴摧毁 而天灾机甲的出现 更是让精神圣者的地位 无限地提高 驾驭天灾机甲 足以抗衡 星河帝国最为强大的战略舰 并且灵活性强大无比 古家说起来也是倒霉 老一辈的精神圣者正要归继 新一代的精神圣者 还没有成长起来 原本准备 将一身庞大的精神力 传承给古家的下一代 却是不想 突生变古 武者突然出现 打开杀戒 打断了传承的过程 让古家最为强大的两代人 直接反噬 否则星沉静不出 有精神圣者坐镇的古家 又岂会如此容易的 就被覆灭了 十位精神圣者身躯凌空 漂浮至天灾机甲之前 而后 天灾机甲上 浮现出了 无数的血肉根须 将十位精神圣者 包裹在其中 而后拉入到天灾机甲之内 星河帝国 对于昆蓬可是推险不已 只是一部分血肉骨骼 就造就出来天灾机甲 这样的强大兵器 那么一整具昆蓬身躯 打到一艘无敌战舰出来 该有多么的强大呢 只是想想 就让一大群贵族 与王室心神激动 此意 就有劳老祖了 务必攻灭 前朝余孽 星河帝国王室 与八大贵族的掌门人 都是出现在此地 驾驭着天灾机甲的 都是各大家族中 老祖籍的人物 因此哪怕是 星河帝国当今的皇帝 也是躬身行的一礼 一台台天灾机甲 双眼之处 迸射出了可怕的眸光 纵横万里 这是最为强大的科技 与最为强大的生物结合 诞生出的无上神兵 一股股气血爆发 将天空之上的云层断裂 必不负王上所托 其中星河帝国王室的老祖声音 自机甲之中传了出来 轰 可怕的机甲爆发 双齿如同垂天之翼 猛然拉开 用力一振 虚空刹那间破碎 一句句天灾机甲 钻入其中 消失不见 希望诸位老祖 一切顺利 一旦得到足够的血肉 制造出战略剑 那么我星河帝国 必将万事无疆 星河帝国的皇帝 是一位中年人 此刻眼中蹦射出了金光 显露出了强大的精神造诣 其余大贵族也是一样 纷纷地商讨着 该如何地划分战利品 这一次的攻击 没有其余机甲跟随 只有十台天灾机甲 毕竟昆蓬所在的空间 太过诡异 一切科技进入都会失去作用 也就只有天灾机甲 这等使用了大量 昆蓬血肉制造出来的存在 才能够不被限制 其余机甲一旦进入 就会成为一堆 废铜烂铁 去了也只能送人头 反而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星河帝国王室的老祖 一马当先 自虚空之中悬浮出来 天灾机甲轻轻地一阵赤 瞬间搅动八方气流 形成了一道 接连天地的龙卷风 而随着一道 阴暴云出现 天灾机甲 已经是冲入到 空间屏障之内 空间屏障之中 充满了空间裂缝 以及乱流 强大的机甲 没有任何的躲避 直接蛮横地撞了过去 可怕的空间裂缝 乱流 直接崩溃 今日奉皇帝之命 前来覆灭而等 胆肝反抗 杀无赦 石台天灾机甲 到了入口处 向着首带入口前的 数百位舞者咆哮 一圈圈如同实质的音波 向着一群舞者蔓延 瞬间就将其中一大半 实力不足的舞者震死 就连其中的封地径 都是脸色一变 而后爆发全力 这才将这道音波抵消 封地径舞者脸上 还残留着惊骇 仅仅只是一道大吼 就让自己全力以赴 你们断吼 我先回去禀告 封地径舞者 一脸大意凛然地 开口说道 而后直接开溜了 开什么玩笑 这么恐怖的机甲 可不是我们所能够抵挡的 不值得几位老祖行不行 一边逃跑 一边想着 至于其余舞者的生死 与自己何干呢 自己可是封地径 一方强者 不可能就这样死了 让这位封地径舞者 心里烧安的 是再强大的机甲 踏入到这方空间 也会化为废铁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快到了这位封地径舞者 都逃出去了上百里开外之后 其余舞者才反应过来 我是晴天宗的核心弟子 你胆敢未经允许私自逃离 我一定会禀告宗门 一位晴天宗的核心弟子 气急败坏地骂着 黄炳翼 你不得好死 一群舞者纷纷破口大骂 此时此刻 也是不在乎 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了 一群舞者心底恐惧的同时 也对黄炳翼这位封地径舞者 怨恨无比 跑了就算了 最起码你要带上我们呢 还想逃 十台天灾机甲中 传出了一道冷哼 随后一台天灾机甲动手 机甲手指上浮现出了一点亮光 无尽的力量在其中汇聚 而后刹那间击射而出 破碎空间 向着天边迸射而去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